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整个这块内容没有飘右 那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边这个panel如果整个拿去往右飘一下 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这边这个用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第二个可能就不叫提示信息了 叫user比如说我这个user名字就叫用户1 好所以呢他这个当然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改一改 不要灯着这个是红的我们改成一个浅一点的颜色 哎这样子的效果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感觉比较不错了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两个元素这两个提示信息合成一个 那让他我们来怎么来提取这个公共部分呢 好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来创建一个 好我们要创建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的话其实这个只要不是js就好 当然ID我们就需要给一个ID 既然是这两个信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我们要提取他们公共的这一部分 首先我把这块拿出来 好我说一下 这边其实看起来比较不好格式化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把我们这个全部改成DNV 这样的话其实他的格式化就有效了 好 已经把下面这个复制起来了 那我们还要把怎么呢 还要把上面这个给提取进来 我们看他们的一个差异 首先MessageBody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这给他生命一个替代符就叫Message 然后这边有个时间点 当然他也是没有差异的 我们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Time 然后这边有一个差异了 注意看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用户 所以我们就叫user 但是我们这上面这个部分 他也有同样的一个东西 也叫提示信息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就有就有差异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什么名字呢 叫我们的info 或者叫我们的title吧 这里我们就叫info 好 既然我们这个提示信息有变化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有一个变化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 给他设置一个 info icon 好 除了这个info icon 我们还有哪个差异呢 看一下 这边有个porate 然后我们上面这个没有 然后这边是info 然后那边的话其实是 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这地方 也可以做一个变量 其实呢就叫我们的beachcanner 因为他变量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这儿就需要来做 很多的一些处理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要来独立出来处理 还有一个porate 到底是靠右还是靠左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设置 就是说他的一个位置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个靠右的时候 这个情况的话 其实只有我们用自己的时候 才会靠右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 就叫porate 当然 这边也叫porate 很明显我们为了让他隐藏起来说说 我们要把这个 让他隐藏 好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显示了 那这边的东西就肯定很明显是不需要我们来做处理的 就是空的 好 我们要装东西 很明显就需要在这个里面来做处理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话 第一步是做他的一个这个高度 然后第二步应该做什么呢 定义我们的一个变量 这个地方变量就比较多了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 当然我们第一步首先是我们的neak name是需要的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 好 这样一个chat content 这个content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元素 我们先可以定义好 当然我们的connect也会在下面来做处理 好 connect 也是定义好 除了connect之外 当connect连接之后 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应该来做 我们的一个 neak name的输入 这个地方呢 我用这种做法来做 看一下 它有什么好处 do neak name 等于 prmpt 请输入 请输入你的离村 输入之后的话 我们就需要 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有值 我们才会停 停了之后 停了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应该来做我们的真正的一个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的掉事件 就会掉saver 给我说我上线了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把我这个neak name给传回去 然后呢 我们就等待 他告诉我们说 connect有人上线 这个地方我们用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 还是用标准的吧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告诉我们 有人上线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来封装一个方法 来做什么事情呢 来写我们的消息 所以呢 我们这就会去封装一个方法 叫 工具方法 function write message 好 首先第一点 我们就是拿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怎么来拿呢 看一下 我们这边 这个模板的 是 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给找到 好 定义变量 我们的工具方法 写在中间 首先第一个呢 是拿到我们这样一个 template 他怎么来拿呢 找到他 然后取出他的html 然后呢 通过replace这些东西 来一层一层的拿到 对应的一些数据 对应的一些数据 好 换一下 我们这边的东西有多少呢 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info 第二个呢是 计计划呢 还有我们这个pul write 一二三 还有InfoIcon 还有我们的 Time和Message 所以这其实要 提款东西比较多的 这边的话我们就有个提什么呢 Info 这个Info其实就应该通过我们这边来做 这边来做的话 就是说 就会处理一些东西 这呢我们第一个 肯定是我们的消息type 第二个呢可能是我们这个title 注意到这个title 我们其实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改为title可能要 更友好一些 所以呢这边就变成了title 第一个是type 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title 当然我们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message进行提前 然后第三个呢 才是我们title 第四个呢才是我们的 意思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就是说 is self 是不是自己 这个title 这个title的话 其实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我们这个title 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做呢 就去到这里来做 title 否则 就返回什么呢 user 好那这边我们的title 就刚好可以等于title了 这个bgconner的话 其实同样的 bgconner 通过我们的这边 这个其实叫什么呢 叫不叫conner 叫class 因为我们选填充的是class 所以呢这个也改一下 叫class 更友好一些 好这里我们看一下 做一个判断 很明显也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做法 如果是system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是system 这个class就应该等于 nable danger 否则的话就应该是nable info 然后这个write的话是 就是通过 is self 那么就 pore write 否则空 icon 这个icon的话其实是跟我们这个系统消息 是不是相关的 如果是system的话 我们就怎么做呢 如果是system 那很明显 我们就提供一个 graphic icon info sign 否则的话我们就提供 user 然后time 这个地方我们先写死 new way的这样一个 然后message 很明显 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message 好 那第一步就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象了 然后呢 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写入到我们这个container里面去 所以呢 用append 我们的template 我们的template 这样一个做法 这样一个做法 看一下 看一下 看是这个没有出来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没有人掉它 当我们这边遇到了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它调一次系统消息 然后呢 然后呢 是什么呢 nicklane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 nicklane 这样子的 nicklane 好 上线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就提示我们这个nicklane上线了 当然我们这边 这个叫 这个bgconner 没有填充 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个没有保存 好 Aaa 上线了 是不是就 不错呢 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问题 是nicklane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 哦 这有问题 我们要把它使用成变量 好 好 nicklane上线了 好 这样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它提示了两次 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 还穿了一个siver online 所以呢 是不应该的 这边就不要了 关于这个链接 其实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呢 我们这后面的这些事件 上线下线 当然同样的 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去做 好 如果当下线了 那我们很明显 我们就再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续换一下 title没有 unself也可以不传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的一个数据 就ok了 当然这边这些事件 我们也让它暂时的先放在这里面去 好 上线了 我们再把这边 打开一个 好 上线了 注意看 这边就会提示 两个人上线了 然后当我这边下线的时候 进行下线了 是不是就达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只能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在下节课再继续来完善一下 这个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